妻子刚泡澡一个小时丈夫就来叫她 说儿子闹着要见她 她来不及冲干净就急忙穿上衣服 这才发现儿子竟烧到45度 夫妻俩火急火燎地送儿子去医院 可女人刚坐进车里 一个蒙面汉匪拎着金箍棒冲了拐 砰砰两下把丈夫打倒在地 一旁的保安赶紧跑上前帮忙 却被丈夫给推了回去 夏淼静眼睁睁看着绑匪开车将妻儿带死 小美生气地叹过身阻止绑匪开车 却只揪下了她的头套 绑匪一把将她推回座位 脚下猛加油门逃离了现场 很快小美和儿子被带上了一艘游艇 绑匪阿华并没有难为两人 她表示自己抓他们 是为了惩罚小美丈夫大成 原来阿华妻子小红是对方的秘书 她因为工作原因爱上了大成 怎料大成完腻了她后就直接抛弃 导致小红想不开跳楼轻生了 这让阿华对大成恨之入骨 于是便绑了她的老婆孩子 想让她尝尝妻子被人糟蹋的感觉 小美这才知道一切都是丈夫惹的祸 因为儿子的哭声越来越微弱 她低声下气地哀求阿华 让自己带儿子去看病 但阿华却丝毫不为所动 她甚至主动脱下外套吸引她 阿华如她所料地来到她身边 却连眼神都懒得往她身上瞟 扭头朝门外走去 随后她拿着一把刀 把游艇的门繁锁好 来到甲板上坐着吹冷风 可仓内孩子的哭声一直往她耳朵里钻 让她的心越来越煎熬 最终实在受不了的阿华又走回船舱 穿上自己的外套后 必把抢过小美的儿子 坚持要自己带她上医院看病 随后阿华将小美锁在船舱里 带着孩子来到了医院 她为了避免暴露身份 把孩子放在医院的长椅上 并叫来了护士 等她看到护士把孩子抱起来后 就悄悄溜了出去 她相信医院会把孩子还给大成的 等一切安排好后 阿华便给小美的丈夫打电话 让她准备一千万 否则就再也见不到自己妻子 大成很快按她的要求 带着钱来到了指定地点 随后又根据她电话里的指示 将庄前的袋子扔下天桥 刚好落入一辆货车的车厢 恰好此时货车被别人拦住 乔庄打扮的阿华迅速跳上车去拿钱 此时早不数在此的警方快速出动 但经过一番激烈追逐 还是不幸地让阿华顺利逃脱 次日小红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家里 不过刚一见面 她就拿出一千块质问大成 为何要用报纸糊弄绑匪 害得她差点没命 但大成却表现得非常无辜 表示自己确实将一千万放进了袋子里 不知为何会变成报纸 小美暂时相信了大成的话 毕竟如今自己已经安全回到家里 警方对此非常疑惑 这绑匪 输不到钱 为什么会放了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警方仍然对阿华表示怀疑 因为她妻子是因大成而死 于是便把她叫到警局询问 但并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随后警方在给小美做完笔录后 拉开了两个审问室中间的窗帘 不知 但显然警方并不相信小美的话 在她观察时紧盯着她的表情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于是特意安排两人在走廊上见面 继续测试两人之间的关系 然而两人都堪称顶级演员 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破绽 警方只能先将阿华放回去 离开警局的小美很快约阿华见面 然而就在阿华发誓自己确实没拿到钱时 小美突然发现刹车居然失灵了 车子瞬间开始在马路上左右飘移 更糟糕的是迎面驶来一辆卡车 好在两辆车即将撞上的一瞬间 车子终于停了下来 之后两人立即把车开到汽修厂检修 工作人员发现刹车片不见 甚至连方向盘都松了 这让小美非常疑惑 明明昨天车还一切正常 她带着满腹疑惑打车回到了家 门卫大爷见状不禁有些奇怪 林太太没开车坐低手回来的 我车坏了 怪不得林先生昨天弄了一晚上的车呢 大爷的话再加上阿华收到的假赎金 让小美开始怀疑起丈夫 毕竟巧合的事情凑在一起 大概率就是人为的 于是当晚小美整夜辗转难免 想不通丈夫为何要害自己 次日一早她接到了投资公司的电话 表示大成上周委托他们投资的一千万 已经办理好托管手续 让他们有空过去拿 小美这才终于明白 丈夫真的不顾她的死活 将那笔钱给独吞了 之后还在车上动了手脚 试图无声无息地让她消失 咽不下这口气的小美 回家找大成对质 没想到她竟直接承认 当初追求小美就是为了她付起的钱 这下小美彻底认清了大成的嘴脸 所以开始处处防着她 不久后她在看电视时还发现 自己和阿华极力隐藏的秘密被人发现了 于是她赶紧找到她商量对策 原来阿华是和朋友彪子一起去取的赎金 怎料取回去后却是一堆报纸 这让彪子怀疑是阿华把钱掉包了 两人随即便扭打在一起 小美见状想偷偷溜走 却被眼尖的彪子看见 一个箭步上前便掐住了她的脖子 幸好被阿华及时拉开 之后在打斗的过程中 小美不小心刺下了彪子的眼睛 而打红眼的阿华将她活活撞死了 之后回过神的两人害怕极了 将彪子的尸体用塑料袋裹好扔进了海里 而如今彪子的尸体在海边被人发现 警方迅速怀疑起阿华和小美 并开始对两人进行调查 她知道自己已经难逃法王 一切也是因她冲动绑架小美而起 在两人相处的过程中 她对小美也暗生情谊 于是为了摆脱警方对小美的怀疑 同时帮她解决掉包藏祸心的丈夫 竟然在大街上将大城活活撞死 被警方当场抓住 她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在婚姻生活中既要相互信任 又要保持一丝警惕 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